女星米可白过年期间回彰化老家饼铺帮忙卖饼 米可白的高人气更成为店里的活招牌 生意虽然开卖就销售一空 但也让米可白累坏了 她日前在脸书透露没睡好 连过六小时才上两次厕所 米可白还因此被酸民骂爱钱死好 让米可白看了非常不舒服 直接暴怒反击 而米可白事后也在脸书解释 为何会呛声酸民的原因 米可白在年前就回彰化老家饼店帮忙做生意 她连续雇店快十天 加上没睡好 连雇六小时才上两次厕所 也让米可白累坏了 我先吞两颗肝药再上弓 味料却有酸民呛声 爱钱死好 你们陆港人都这样 米可白看了恶意攻击相当不舒服 她六日在直播上直接反击 麦饼有份大小月 前阵子爆发疫情 陆港跟空城一样 当然要趁过年有人潮多赚一点 米可白也提到高龄103岁的爷爷因为不小心跌倒住进家户病房 她也很担心老人家的身体状况 事隔一夜后 米可白收到许多人的关心跟打气 以前遇到酸言酸语都是无视跳过 但慢慢发现 Tilda你不回话好像就顺着她的话一样 我是公众人物但我也需要尊重 米可白认为 她跟大家一样努力打拼 过生活真的不要觉得 Tilda公众人物就应该承受这些冷眼冷语Tilda 谢谢 米可白也说 她这段日子都靠着忙碌卖饼 尽量不去想爷爷的事 多帮家人减轻负担 每每想到爷爷还是很担心 毕竟她也100多岁了 也担心她身体撑不住 所以看到网友留言询问爷爷的近况 才会难过到崩溃痛哭 最后米可白也感谢外界的关心